香港是我們的生活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 留意時事關注社會問題 我們可以透過什麼途徑去知道社會發生的事情 閱讀報章和雜誌、收聽電台廣播、收看電視新聞、閱讀網上資訊 就可以隨時隨地掌握資訊 香港是一個什麼社會? 言論自由的社會 每個人都可以發表意見,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 觀點和立場 在判斷事情之前我們要做什麼? 多聽多看 探求事件的 真相 了解不同人事的 觀點和理據 然後要怎樣? 客觀地分析問題 就可以找出 解決方法 我們表達意見有什麼好處? 幫助政府改善施政 我們有什麼渠道去向政府表達意見? 參加公開論壇 寫信道報章等 政府設立了什麼機構去加強市民和政府的溝通 例如 民政事務處 是負責傳遞政府的信息 和收集市民意見 第二個部門就是區議會做什麼? 聽取市民的聲音 向當局 反映 第三個我們可以怎樣做? 透過 政府網頁 和不同的部門 聯絡 我們要建立一個什麼社會? 互助互愛的社會 市民和政府都有 責任 政府施政事要怎樣做? 照顧市民的需要 市民應該怎樣做呢? 積極參與社會活動 關懷 身邊有需要的人 政府有很多其他機構 處理市民的意見和投訴 包括了 廉政公署 去通過 調查 防貪和教育 進行打擊貪污工作 其他機構還包括了 平等機會委員會 去致力清除基於 性別 婚姻狀況 懷孕 殘疾 家庭崗位 及種族的歧視 第三個機構就是 申訴專業公署 去處理和解決這個 公營部門 行政失當 所引起的不滿和問題 我們可以怎樣去建立一個互助 互愛的社會 例如可以 賣期和賣期 參加 公益金百萬行 參加 探訪老人 我們可以怎樣向政府表達意見 包括了 遊行 寫信道報章 再論壇表達意見 向區議員反映 再相當網頁反映 再相關網頁反映 向民政事務處反映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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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麻糬